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冰说啊 不错嘛 英文都会了 这些不过是小意思 撒水泥酱用的材料呢 比如水沙子水泥那就不同了 全部都要工程师批示才能用 这才是真本事呢 那当然了,撒水泥沙浆用的呢,都是政府的自来水 如果要用其他的水源,就一定要把水的样本送到化检索去检验 要证明水质符合标准才行 而沙子呢,就一定要用淡水沙 连沙子粗细都要讲规格 至于水泥呢,要有生产商提供的试验报告 证明符合标准才能够使用 所以说,撒水泥沙浆用的材料严谨程度 我想就像嫂子盯着丙叔的一举一动那样,毫不松懈 这点你说的没错 我差点就像运到宫泥区的水泥那样 要出示出场合格证明书证明符合标准没出错 我才能进家门呢 丙叔,不用害怕,你小心一点就行了 我们平时搬运水泥的时候都要很小心 不能把水泥的袋子弄破,这是同一个道理嘛 我丙叔啊,走得直,站得正,我怕什么呀 当然啦,当然啦 所以我经常都说,丙叔棒,丙扫放量 我说你聊仙天就最棒 说正解了啦 这摆放水泥的地方,一定要有钙,而且要干爽 并且要摆放在平坦而坚固的地方 还要有适当的保护,不可以把它弄湿啊 而水泥呢,应该先倒先用 结块或者是变硬的,就要立即搬走,不能再用了 至于运到工地的沙子,都一样摆在指定的地方 而且做好保护工作 这材料有了呢,工具当然不可以少了 撒水泥沙浆的工具分别有灰桶 水管,铲子,搅拌器,铁板 或者大约150mm的木耙 或者是塑料耙 以上呢,就是优质的准备功夫了